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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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单身女性只花时间和女性朋友在一起 看电影 养宠物 但这种花费会很大 不像有男朋友在身边 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花钱 单身后你们会发现 自己在一个月内的娱乐支出占了很大的支出比例 女人喝酒要么一杯不沾 要么或许普通的男人都不是对手 所以别看女人一般不喝酒 女人一旦喝起酒来 就会发现 自己真不是一般的能喝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 平常从来不喝酒 结果有次失恋了出去喝酒 三个大男人都没能把他喝趴下 那还是他第一次喝酒 四 勇气越来越大了 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 女人会有勇气玩社交软件 毕竟现在移动网络这么发达 聊天平台比比皆是 经常在网上聊天 还可以和男人暧昧调情 平时 丈夫也不关心自己 这样他就越容易跳进坑里 勇气越来越大后 很容易约其他男人出来见面吃饭聊天 更有甚者直接偷吃禁锅 今年62岁的张女士 就背着丈夫开始了一段婚外情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故事 62岁女人自述 和老伴做生意几十年 老伴负责生产 我负责销售 家里的生意是卖些熟食 油炸之类的东西 避免不了油渍 特别是老伴 几十年如一日地和油打交道 油味早已渗透进了骨子里 因此 这些年夫妻之事少之又少 都是油味闹的 老夫老妻 特别是子女成家之后 我和老伴的日子过得枯燥乏味 单调至极 冬天的生意不是很好 我们就暂停不干 老伴整天就躺在床上刷手机 连看都不愿看我一眼 我呢 觉得无聊 只能在家里追剧 一天早上 小区王姐喊我一起去晨练 说在家这样窝着 身体迟早出问题 以前不断练不知道 原来早上公园里面空气那么好 原来早上在公园里沉练的老人那么多 欣赏美景和一群人一起跑步沉练 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岁 没多久 王姐的儿媳妇生孩子 请她帮忙去照看 所以早上只有我一个人去公园了 那天 围着公园跑了三圈 累了 坐在椅子上歇息 看到几个人在练太极拳 身姿矫健有力 加上一身白净的衣服 看到我一时入了神 突然 其中一个男人朝我这边走来 说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看着入神 喜欢的话 欢迎加入 我来教你 不知为何 我没有拒绝 在半推半救下 真的和他学了起来 回到家 开心地手舞足蹈 貌似还没从中回过未来 而对那个教我的男人颇有几分好感 那些天 我每天穿着漂亮的衣服 准时到达公园 和他一起练太极 那种美妙的感觉不言而喻 一个雨天 收到他发的一条微信 我生病了 在医院 能来看看我吗 看到微信 我不假思索地拿起伞冲进雨中 任由老伴在后面大声喊 到了医院 看到与在公园里截然不同的他 内心多了份恋爱 特别是他在告诉我 一个人没人管没人问的时候 我便决定照顾他几天 老伴看我整天往外跑 起了疑心 我便编造谎言说 朋友住院 我去照顾几天 在照顾他的几天中 得知他老伴走了很多年 子女也都不在身边 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着 心中有种莫名的心疼 出院后 他约我到他家里做客 谢谢我这几天的照顾 两个人在充满温暖的房间里犯了错 之后 我每天都希望和他在一起 全然不顾家里的老伴 老伴问起来我就撒谎 偷偷摸摸地以各种理由出去见他 这样的婚外情 让我感觉既刺激又有瘾 全然不知道 隐患已经埋下来了 朋友们知道我的事 苦口婆心地劝我及时抽出来 说这是浑水 躺了就收不回来了 可我依然身陷其中 不愿抽身 一天 和他一起去抽市购物 言谈举止 在外人看来 俨然是一对夫妻的模样 就在我们在收银台排队付款的时候 老伴突然站在我眼前 我的心顿是慌乱 不知所措起来 回到家 老伴收拾衣物 说要去老房子住一段时间 我们的事 他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了 起初他并不愿意相信 直到这段时间的跟踪 让他坐实了我有婚外情的事实 我哭着说能不能不离婚 这把年纪了 不想身败名裂 更不愿子女知道 老伴什么都没说 拉着行李箱走了 这个时候了 我居然还是给他打了电话 告诉他 老伴知道的事 他吱吱呜呜说了几句我没听懂的话 过了一会儿 发来一条微信 以后别来往了 断了吧 对谁都好 没等我回信息 他就已经把我拉黑了 过了几天 老伴回来了 和我说 这日子你觉得能过 那以后就凑合过 谁也别打扰谁 各过各的 不让子女知道就行 我不是不想离婚 只是这个年纪离婚丢人 就这样 老伴整天对我冷言冷语 我如今的生活 水生火热 每天都过得煎熬 老年人的婚外情是刺激 更是浑水 千万别躺 否则害人害己 余生在煎熬中 不管是年轻夫妻 还是老年伴依 触碰婚外情 就是葬送幸福 既伤了另一半的心 也让自己的余生活在凄凉之中 所以 婚爱情就是一滩浑水 千万别躺 一旦触碰 没有回头路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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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